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大学时代长三五好友相约出游,但有一名女大生在社群网站发文,表示她和社团的学长姐去夜冲,结果钥匙抽到一名学长,而学长的女友正好是同系学姐,但女大生指控学长在路途上用言语性骚扰她,事后消息辗转流出,学长和她女友大吵一架,她则被整个社团围剿。 这一名女大生在DCARD发文,表示她是社团的新成员,原本她不参加夜冲,但好友A热情邀约,她只好去了,当天一群人玩玩卓游后要去夜冲,她抽到一名学长,学长是社团核心学长的女友则是同系学姐,所以在路上她和学长都很有话聊。 女大生说,学长骑车骑到一半,和她说想骑快点,而且怕她会冷,所以说可以抱着她。 学长,女大生于是照做,但抱住后,学长竟说,被你来顶到我了,看不出来你们有料都。 然后沿路上的话题都理不开女大生的胸部,女大生对此觉得很尴尬,于是说想回家睡觉了。 结果学长竟说,你是在暗示要跟我一起睡吗? 女大生回去后,把上述事情和好友A讲。 好友A听了相当不爽,跑去和学长女友告状。 最后害学长和女友大吵一架。 女大生称,学长的说法是我。 女大生,明知道她,学长,有女友还硬要抱她,用胸部顶她,最后还要她回家被她拒绝。 由于她在社团是边缘人,导致社团内全都相信学长说法。 她被形容成一个勾引学长不成的婊子。 学长的女友也发文骂她,让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女大生将此事,PO往后,引发网友议论。 有人直言朋友A也很有事,这种朋友根本可以不要了。 学长很糟糕,人格有问题,但也有人认为原PO没保持距离不对。 表示原PO已知学长有女友的前提下还抱她。 即便原PO说的是事实,也还是他们口中的婊子。